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卷四 学成天母十人案 第126集 天母传说 银树白水 玉兰杆 风过满城 尽飞花 渭水以北 已经是大雪漫天 官道上也积了厚厚一层素白 两边平地多 山鸾少 于是放眼望去 白茫茫一片 就在这一片雪白宁静之中 浩浩荡荡的人马正在前行 正是从开封过来的送粮队伍 前方是欧阳少征率领的十万人马 押送大批粮食和衣物 后方是长长的出巡队伍 开封府包大人和庞太师 两位钦差坐镇 在后边拖着个尾巴式牙翼 还有邹梁带着的三仙精兵 说起来 沿路的灾情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各地似乎早前已经知道 今年一定大寒 所以粮食和物资储备都比较丰富 沿途不少百姓还送了粮食衣物 让大军送往北方 于是物资越运越多 倒是不见少 包大人甚是宽慰 众人刚刚离开凤祥府 凤祥府是大府 周城县镇众多 而且凤祥太守贺之明 为官清廉也很能干 帮助接受了近一半的物资 分派到周边的村落 城门口延伸出十里地 搭建了大量的暖棚收留流浪汉 他与包大人和赵普都熟络 所以他办事众人放心 听说队伍下一站是博州府 还要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并且查一下雪城天母的案子 贺大人倒是笑了 知名是否知道什么 这天母诗人的案子出了近两年了 一年前才平息下来 不过最终也是悬而未决 这一年倒是没听说 那妖精在出来吃人 所以也被淡忘了 真有天母这东西 王爷 说是有人说 但是没人见过 我个人是不信邪的 觉得有人高贵的可能性还高点 这么怀疑 总有个理由吧 贺大人可是有线索 庞太师知道贺之明是个聪明人 于是就直接问了 贺之明想了想 让师爷拿了样东西出来 交给众人 这是什么 包大人见一个白色的锦盒 放在眼前 有些不解 贺之明将盒子打开 就见里边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 珠子的表里都有斑纹 原本以为是摔出来的裂纹 但是仔细一看 竟然是长在珠子里边的花纹 像雪花 展昭觉得珠子挺好看的 接过来对着日光照了照 就见这珠子里边 有一些杂质和气泡 不知道是玉珠还是叶明珠 展昭对古玩玉器什么的不在行 白玉堂倒是清楚 只看了一眼就有了答案 雪燕珠 白少侠怎么知道雪燕珠的 有个朋友给我看过 这珠子很好看 但是不贵 雪城松林里 每逢大雪都能找到不少 其实并非石珠 而是松香珠 雪城有一种特殊的松树 每到冬天树皮容易被冻裂 里面的松枝就会流出来 裹住雪花 等松枝滚落到雪地里之后 被风雪一吹 裹着雪花一边滚一边凝固 最后滚成了混原的形状 里面就会有雪好的花纹 这东西倒是精巧 真的不贵 很值钱的样子 一个就几文钱 博州府不少百姓 没到大雪过后呢 都会去松林里捡 捡回来之后 做上些小玩意儿 比如说 珠子啊 挂饰什么的 卖给过往的旅人 我这颗珠子算是很大的了 大概值二两银子左右吧 再大一点的话 就很难找得到了 众人都点了点头 欣赏完了珠子 不解地看向贺之铭 这珠子和雪成天母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 雪燕珠是不值钱 但是与雪燕珠 长得一模一样的 雪眼珠就价值连城了 简直是无价之宝啊 雪眼珠又是什么呀 眼珠子 众人看白玉堂 白玉堂摇了摇头 这他就真的没听过了 相传是天母的眼泪变成的 这天母据说是妖怪 也有人说是雪晶的 传说是个女人 年轻貌美 一直坐在赵普腿上的小四子 一听又是妖怪又是雪晶的 赶紧往赵普怀里蹭 贺之铭伸手戳了戳他 觉得肉乎乎挺好玩的 就笑着哄他 不怕 不吓人的 不吓人就好 你天母呢 据说呀 嘴里有三排牙齿 狼牙一样尖锐 齿的时候呢 嘴巴能长很大 你骗人 小四子捂住耳朵 愿念地看赫之铭 赫之铭看他如此 笑得开怀 众人面面相觑 这位赫太守也挺无聊的 故意吓唬小孩子 天母通常会扮成雪地里独行的妇人 手中会抱着一个强宝的孩童 假意受伤摔倒 在雪地里哭泣 当然了 只是传说 路过的旅人呢 往往会因为同情而失以援手 但是一旦靠近 才发现他怀中的并非婴儿 而是上一个被他吃掉人的头颅 公孙下意识地将小四子抱过来 捂住耳朵 这下完蛋了 小家伙要连着做几天噩梦了 路人大多会吓傻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 天母已经一口将人脖梗给咬断 然后拖进雪里慢慢吃完 赫之明说完 就见众人都一脸倒胃吼的样子 不由笑了笑 不过凡事总有一个例外嘛 难道他碰到个不好吃的 不 只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瞎子 瞎子 传说是这样的 你瞎子原本和大队人马赶路时 听到了远处有女子的哭声 于是说要去看看 当地人提醒他有关天母的传说 让他不要理会 但是你瞎子不愿意啊 就离开了队伍寻生找去了 他最终找到了天母 靠近过去 那天母还是和以往一样 拿墙包里的人头给他看 然后呢 但是那瞎子看不到啊 他没被吓到 而是伸手摸到天母的尖头 你怎么穿那么少啊 冷不冷 伤在哪儿了 你 你不用怕 你住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吧 不过我看不见 我背着你 你给我指路吧 你不怕我是天母 吃了你 我又看不见 也没亲人 你要真是天母 我就认倒霉了 不是天母的话 能救人一命也是好的 哎呀 这个瞎子也是个心善的 然后呢 这天母就放了他 瞎子在天母的指引下 来到了他暂居的农舍 暂壁风雪 你瞎子别看人看不见 但是很有趣 博古通今 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给天母听啊 我曾经到过一座山 那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湖 那个湖 从那以后 天母日日和瞎子在一起 有时候一起出去走走 有时候就谈天说地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 那瞎子不是赶路吗 那么行 渐渐地 天母对瞎子产生了感情 直到寒冬过去春回大地的时候 天母要离开这里了 天母只能生活在冰雪交加的地方 一旦没了风雪 她就会死去 天母舍不得瞎子 天母舍不得瞎子 有些遗憾 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就好了 就可以和她长相厮守了 那么早 你一个人在外面做什么 吃饭了 来了 明天雪就要停了 我今天必须离开了 怎么感觉你今天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有心事 没啊 你没心事 但是我有 啊 什么 嫁给我吧 什么 我说 我想去你为妻 天母怎么做的 她决定留下 第二天 风雪停了 太阳出来后呢 雪就开始融化 天母变得有些虚弱 下次欢欢喜喜准备大红礼堂 大红嫁衣与天母摆堂成亲 虽然天母已经十分虚弱了 但仍然很开心 瞎子对她一往情深 就算成亲第一天就死了 那也值了 只是遗憾啊 不能与她白头到老 众人听到这里 都不免有些遗憾 可惜 人妖殊途 贺之明看了看众人神色 冷笑了一声 这可不是一个凄美的传说 什么 成亲当晚 瞎子用一把薄木做成的木剑 刺进了天母的心口 你 抱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个四处有力去鬼捉妖的道士 途经此处 是村民请我来抓你的 所以 你下眼是装的吗 这点我并未欺瞒 我天生双目失明 想不到 我竟然也有今天 这道士好坏啊 那天母吃人呢 不是更坏吗 天母也坏的 但是要抓天母就抓天母嘛 干嘛要骗妖怪的感情 妖怪连命都不要 都想跟他成亲啊 众人也觉得 这道士虽然捉妖是为民除害 但使用的方法有些卑劣 妖怪可恨 但也有可怜之处 总之的确不凄美了 是个悲剧 那后来呢 天母死了吗 天母被桃木剑刺中之后 便不能动弹了 村民们将他绑起来 准备放火烧了他